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因果并向印证之心注解 主著先佛为观世音菩萨 请注意观看本系列时 强烈推荐于本频道另一系列 因果并向西论语印证一起观看 影片连结请点右上角 因果系列皆由南海观世音菩萨著作 观音菩萨将第五篇 因果夜功德解 在因果系列书中 一再强调因果夜只有功德解 为因夜之造力 是明确可见之 然功德如何解其夜 尚未尽说明其始末 因此今日将其列入专章阐述 因夜造力之时 由人间私神乃至诸天寻思 神奇座登陆 乃至通报名思等确立其夜音 私人归空 若再世为族修行 超正上升天界净土 则必入幽明地府 此时各殿严君审断其一生善恶 善者登注福音 恶者登注夜报 然有受人欺辱等等 亦可并向严君申控 待严君审断定焉 则有冤报冤 有恩报恩 待其转轮之后 命成注定一生祭遇 所以在世善恶归空总结因果定论 至于冤亲讨报则是有二 其一 其累事中所造作诸善诸恶已经定焉 到此即 相关业主若已到报业元熟 则严君准斥派令 即在因果书中所列述五色令其 以区别因业轻重 亡灵得令可入阳室讨报其业 此即 阳人受因果元熟之冤亲领令前来讨债 又将如何面对 即是因果业功德解 但是此一功德解 绝非我付出一些善款或造些善事 乃至末法时期因果大清算 上天悲悯特开方便之门 处处道场可以造功德回向而解 如此劫法仅是治标 尚难根本解决 因为不论任何善功德回向 包含人间道场之回向 均止于汇报明思严君 注销此一因果业而已 诚然明思严君若注销此因业 撤回讨报令其 亡灵冤亲纵然是以黑令讨报 一旦收回 即不能对业主再有实质讨报 可是众生若有受讨报之实质经验 即能感知此冤亲亡灵在回向 何解 乃至保掉灵修之后 亦即此一讨报结案之后 仍有人察感 似乎仍受冤亲亡灵之影响 此中关键 即在功德如何解 息论至此 众生切勿以为一定要功德很大 亦即要拿出许多钱 造很大功德 才是正解 此为迷思及谬误之认知 实际上是在发心 总和前述 冤亲由明思严君斥领讨报 云云众生 茫茫人海 此冤亲亡灵如何找到业主讨报 关键即在因缘 换言之 冤亲与业主两造有一条因缘线在彼此手中 所以冤亲不用找 凭因缘即可来到业主面前 而受报业主也不用躲 因为天涯海角凭此一线因缘 冤亲亦是立线眼前 故一切功德回向和解 均是流程所必要 即是注销因果业之程序而已 冤亲亡灵仍可凭借因缘感知 而影响受报业主 所以欲求完全了断此冤亲亡灵之讨报 即是阻绝其因缘之牵连 引 那么如何阻断 只有一个方法 至诚忏悔 当一位受报业主得知 因果冤亲显现时 立即至诚忏悔 此心意起 犹如绝缘体可以隔组电流一般 立即将此因缘阻断 在一道场流程办理化解因果 如此即可圆满完善了结此一夜寨 吴在因果书系列中强调因果业 功德解 今日详尽列数 即期对众生了结因果业报有所注意 这边观音菩萨提到的本文与内容 乃是指因果并向西论语印证 可以到本频道观看因果并向西论语印证 若有奇怪状况发生 请赶紧叩问明正堂或拱横堂先佛 因为此时鸾门应运乃是旧苦 小编推荐大家在五庙明正堂 种植园灵术与拱横堂 驻籍浩天子寿灵修院 望大家求道修道 也要替自己生前驻籍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这样就可以顺利回天 也要抄把祖先去灵修院哟 永遠声 写真正堂 program 南無尼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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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